健美健美美肯定是放前面的 它不能叫健丑吧 我大学是会议专业 毕业了之后是在国企是叫中华保险 在我们当地政府工作都是正常企事业单位 为啥值了就 我是觉得第一点谁都能做 第二点他说让我过劳肥 我很烦自己 那很真觉得很败 今天老板一开始只是减肥 我这个人就是做啥东西 我要感兴趣我就想钻 教练上我找不到 然后健身房器械我也没有满意的 我想自己搞个工作室 当时就是这种想法 我没做个生意 也刚出社我也不懂 也走了不少弯路 就是失败着关系 就是我对这个行有种 就是有人家话说就是情怀 调性能从中间获取成就感 别人又再期待着我 我就很愿意坚持 就想着办法就得坚持 凯什么 八 九 五十 一百没问题 一百 九十 是不是九十 十一个 十一个 五 七 一四 手 十 演员 个一个那一 三个 сделать 100 生一个 超大 三个一百 三个一百 三个的至少 你老师 你老师 我见美的比赛是差的 有了 有 有 有 好 好 12 12 我 带牛 高光时刻 团子姐的高光时刻 今年是2018年 2018年是我第一次比赛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只是为了开工作室 然后开工作室的话 首先比赛如果能有个奖牌 我认为你干什么东西得像样 然后就尝试了比赛 然后考各种教练证 然后那第一次比赛成绩就不错 就觉得可以尝试一下 18年它是三亚 叫三亚集成之夜 那叫稀里糊涂上台比赛 然后拿一个第四 2021年DMS的全场也拿了 然后组别也拿了 第一次呢 我就是当时印象特别深 就即使现在我拿了卡 我都印象特别深 因为那次我赢俩黑人 第一是我 第二第三全是黑人 你就赢黑人啥概念了 就人家天赋好腿长 然后玩之后就是比例好肌肉量 他的肌肉密度就比黄酒人高 然后当时就赢了他就 这个第一 无所谓 但是赢俩黑人 那赢俩真的写了很大方的电影 就觉得 很多东西你觉得不能跨越 就包括 别人先天又是你觉得不能跨越 但是你能有力也不是不行 就当时最大感动是这个 就第一对我来说都没啥 我写的东西有点多 我总结一下吧 给自己定的目标达成了吗 克服了自己心里害怕的东西了吗 记得自我反省 是不是还能再撑会儿 有没有认识新朋友 我们加油 安慰是一种同情 我和走的人都是英雄 我们不需要同情 在国企嘛 不是特好吗 做财务对吧 对 对 都还把我收了 这东西为啥辞职了 其实我觉得像年轻人 基本上都有辞职的想法 但是旅行出来的人不多 而且我始终觉得这个工作 他无论谁都能做 你主要但凡是愿意学习 你多去记点车价号 财务可难了 财务财务不是 你这元老财务绝对是不自由 那是刚没有 我觉得谁都能做 我眼里就是 你只要愿意去挣这个钱 废废先生都能做 那我是觉得第一点 谁都能做 第二点他说我 让我过劳肥 我很烦自己 那时候真觉得很肥 然后坐我旁边那阿姨 我那个时候我真能喊阿姨 身材很不好 然后我最后一次想到这个问题 我说我过几年 我不会这样吧 就心情很抑郁 那次最刺激我的事 很胖的时候我去体检 不是做那个B超 那医生 可帅一男医生了 他往下按压 突然就往下按压 他说你这脂肪太厚了 里边看不清楚 我幼小的心灵狠 是不是想 就不减肥真不行 对 获得给你的副相评价是想 前两天 有一个黑粉 它是属于点评类的 来去蹭流量 因为女孩子身材好那种 她会有一些普遍男子 喜欢给别人评论 让她流量好 她有一条点评到我的 我当时很冲动的 回击了一个 她点评的什么 她点评我 觉得很强 男性化 然后我直接气死了 就是 在女运动员里 我真的算是 能 能妖娆妖娆 能性感性感 能可爱可爱 我也不化妆 而且 那么到脱水的那 赛季状态 苦瓜脸 它那个兜兜骨骼了 你要是太好看 也不太现实 然后当时我气的点是 你把一些女孩子 当作营销工具 我不会喷人吧 我就直接举报她 我说你这样 第一 侵害所有女孩子消耗权 你把点评女孩子 身材挂到网上 你用普遍男神教 伤害到每个女孩 每个女孩都不应该 被你点评 我就说到这个点 结果她那天 她可开心了 终于能蹭到流量了 她又可叫回忌 然后我把她账号举报了 几个视频举报没了 就能举报没的举报没了 而且当时我也联系了一个 就是搞网络上这样的东西的律师 我说不行 就得维护这些权益 然后我朋友就说 拉倒吧 过好资格了 你别人长假 什么时候还记得 什么时候 这点远一点想不起来 我估计是我店装修的时候 应该是我店装修的时候 当时我们就在拉 我们自己拉的货 我没找工人 然后当时我一个徒弟借了个小货车 拉货的时候 当时应该是因为变道不变道的 因为前面有个车 开车上骂他 然后骂他骂比较难听 当时我就让他把车停了停了 反正我车别了 别了之后我下车 因为没气冲 但是我当时气得点是 当时他说的那话里话外的意思 他看不起人家开那种小货车的 他不知道你们什么人 我记得特清楚 这个事我当时晚上我移谋了很久 就我就觉得人真的是 就要开一些很外表的东西 刚才想到开健身房的呢 开健身房呢 一开始只是减肥 我这个人就做啥东西 我要感谢你我就想钻 教练上我找不到 然后健身房器械 我也没有满意的 我想自己搞个工作室 当时就这种想法才开始做 做着做着就走上比赛这个路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健美的 做健美是2018年 2018年是我第一次比赛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只是为了开工作室 然后开工作室的话 首先比赛如果能有个奖牌 我认为你干什么东西得像样 然后就尝试了比赛 然后考各种教练证 然后那第一次比赛成绩不错 就觉得可以尝试一下 然后从2018年开始 我也是从2018年开始练 练了就开始比赛了 不需要开始练健美 第一个工作室投资的多一点 当时我没做我生意 也刚出社会不懂 找了一个合伙人在一起 应该是投了80多 就我们俩女孩 就老想着什么服务上 就是说环境上做得好一点 其实装修上画得多 气线没花多少钱 然后就是也走了不少弯路了 第一个多一点 后来开铁馆就便宜了 后来有经验了 再开第二个三个铁馆都省了很多 现在开铁馆 其实只保留了一下 就是失败着关着 失败着关着 就是我对这行有一种 就是有人家话说就是情怀 表情就是我即使穷死了 我都得自己开店 就其实这个东西不挣钱 所以只能关了自己开店 你是不是干一件事就 和轴一定要干出的什么结果 有没有人说你轴 有 就是我认定的事 太多人说我轴了 就比如说 就说开店晚上好多人劝我不要开 我问那我去哪儿练 就很多人都说那你往里贴着钱 给自己生活压力啥的 那你就不要开 多少人都真的是跟我急头白脸说这个事 包括我自己 就是真的很好的朋友 都没挡住我 就都说我轴的人特别多 人家很多人觉得我是一个女孩子 我能练出来有成年 然后包括 包括就是我训练的时候那个劲 可能比较别人比较喜欢 觉得很帅 很认真很专注 就很多人会觉得我成天还有一点 我得看看他 就是这样的 他们是这样说我 那你参加的第一个正式比赛是什么时候 就18年 18年它是三亚 叫三亚集成之夜 那就吸着骨头上台比赛 然后拿一个第四 然后呢第一个拿冠军 或者拿好成绩是什么时候 20 2021年DMS的全场也拿了 然后组别也拿了 第一次呢 那一次什么事情 是多少人比 反正得一二百人 肯定是得有的 然后当时心情最 我就是当时印象特别深 就即使现在我拿了卡 我都印象得人 因为那次我赢俩黑人 第一是我 第二第三全是黑人 赢黑人啥概念 就人家天赋好腿长 然后玩之后就是比率好旧量 它的旧密度就比黄总人高 然后当时赢了他就这个第一 无所谓 但是赢俩黑人 那赵俩真的写了很大方的便利 就觉得 我当时有一个文案就是 很多东西你觉得不能跨越 就包括别人的先天 又是你觉得不能跨越 但是你能有力也不是不行 就当时最大感动是这个 就第一对我来说都没啥 就是也是我第一次自己去比赛 拿的那么好的成绩 冠军和漂亮之间你会选哪一代 就我现在做的事情就是平衡它 我有一定的眼心 有些错误的想法是 觉得我变丑 某些因素而导致我变丑是一种付出 但是我不认为是付出 我认为你应该是拼尽全力 把训练做到极致 即使你关节损伤 即使你要忍着疼痛去往下走 你要维持住一个女孩子该有的样子 你要有正确的三观 有健康的身体 而不是说把一些错误的想法认为 那是你应该的付出 我很反感人 你说冠军和漂亮 我选的什么我两者都要 这就是我现在选的东西 就当时我 我出去的就是拿卡的那个 因为有人评价 就没想到 中国的人民还是那么漂亮 就我就觉得很欣慰 我拿不拿卡都无所谓 就是我觉得冠军和漂亮之间都得有 就真的都得有